好我们来关心的是另外一场战争 这个乌俄战争持续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12月19号 这场年终记者会上特别表示说 军方提议要再来征召45万至50万人来入伍 泽伦斯基说如果动员这么多人 他还需要额外的5000亿元和里夫纳 好我们把它换算成新台币 其实高达了4100多亿元新台币来做进行 乌克兰是突然间又要再征召50万人入伍 难道是预备队打完了吗 要再储备反攻兵力 但是我们也要关心到是 接下来这个钱是持续的在烧 到底钱要从哪里来 老师怎么看 基本上来讲话据说 乌克兰他现在的问题真的非常非常多 也有传闻说泽伦斯基作为总统 他其实跟军方的高阶干部是不太合的 比如说在整个夏季 他发动整个反攻的过程中间 战国也不如预期 那甚至就是说 也传说就是说 他的一个总司令 有投书到那个经济学人 期刊杂志里面 也就讲到就是说 这个战争 现在已经陷入了一种僵局 那听说泽伦斯基也不太高兴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特种作战部的司令 也被泽伦斯基换掉 那但是总司令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泽伦斯基并没有跟总司令去讨论 特种作战司令的一个去留相关的一些问题 他可能似乎要征兵45万到50万 他可能会花到大概4000多亿的新台币 4000多亿的新台币 钱到底怎么筹 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细部的一个分析 我觉得乌克兰他的一个问题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九战大概已经两年了 基本上我觉得兵匹马困 我觉得内部你到底能不能 泽伦斯基他能不能再持续用他的一个政治魅力 去巩固内部的一个民众 对整个的一个战争产生 对国家产生向心力 一致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战争 我觉得到现阶段来讲的话 可能都有相当程度的悬念 那我们再讲回来 就是说点出了他们相关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就是说 他是为了征兵45万到50万 前45万到50万 钱到底怎么来 相当于青台币大概4000多亿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 可能当然是要去拜托美国老大哥 因为我觉得这场战争 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 乌克兰变成美国代理人 他就是要削弱 美国的宿敌俄罗斯 他的一个整个整体国防的一个实力 那所以你看 乌克兰帮美国做这么多 那美国也在统整西方的阵营 比如说一些物资武器要支援乌克兰 那钱的这个部分 如果乌克兰要征兵 当然美国是不是你要站出来 帮他去筹一定程度的军费 那个军费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可能是要针对欧盟国家 因为毕竟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就是说2022年的时候 大概是2月的时候 泽伦斯基他有透过视讯 在欧洲议会演讲 他就讲了慷慨这样 我们是为自由而战 那个时候就逼哭了场内 听泽伦斯基演讲的非常多的 欧洲联盟议会的高层 大家还站起来帮泽伦斯基鼓掌 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军援 跟相关的一些物资 那现在如果泽伦斯基真的要征兵 45万到50万 那是不是欧洲议会这些国家 曾经为泽伦斯基演讲而感动 逼出泪来流泪的这些 站起来鼓掌这些欧洲领袖们 是不是会提供相当程度的 一个经费的一个支援 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 可能如果真的要征兵的话 可能这笔钱 可能还是要美国 或者是欧洲的这些 相关美国联盟的一个国家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指引 美欧会不会来提供 在晶圆上面 等一下我们来持续关注 我们先来继续看到 刚刚老师帮我们提到的说 除了要征兵50万人之外 我们来看到在设备上武器 泽伦斯基他是说 明年他要生产100万架的无人机 然后乌克兰的官方 也做了一个统计说 每一年在乌俄战场上面 乌军每个月需要用到的无人机 高达了非常多 10到12万台 来对抗俄罗斯 总编怎么看 每个月需要10万台的无人机 这么大的量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接下来乌克兰他说 他希望一年要来生产 100万架的无人机 他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吗 其实这个俄乌战争 对大家最大的启示 就是无人机居然可以干 很多战争里面 他的执行很多任务 我把这一张图 从乌克兰国防部下载的一张图 你看到一个单兵 他同时 居然有好几架空拍机在飞行 我识别了一下 这个空拍机好像和我在使用的一模一样 这是大陆的大疆做的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 其实和大家所理解的 这种高大上 什么全球鹰 死神 这些机密 动辄一架上亿美元 或几千万美元 不一样 不是那种的 对 他单价可能一千美元 甚至更低 因此 他可以经得起大量消耗 而且从俄乌战争经验里 我们知道 未来单兵作战 他不是只是 需要一把步枪 就变成你的单兵个人装备 你以后可能每个兵都要熟悉 空拍机 无人机 怎么使用 这就是为什么俄乌战争 他前瞻未来的战事 他需要大量的无人机 因为无人机不只可以用侦察 他可以用于自杀攻击 像这个就是乌克兰国防部公开的 你看地上密密麻麻 都是无人机 它和刚才我讲的空拍机不一样 它可以简化很多功能 比如说避障功能 我可以取消 我的定位系统不需要那么机密 我上面一些额外的设备 我都可以拆掉 我可以做得更小 更便宜 可能几百美军就好 因此对于乌克兰军方来讲 他可以经得起大量生产和消耗 因此每个月几万架无人机 就是执行这些任务 而以他的目前 他所宣示 已经有大概八九十家厂商 可以生产无人机 我认为如果价格压得够低 他只要进口很多外国的零件 就可以了 但我必须说 中国大陆未来在整个无人机的产业链 它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因此相关的这些零件 耗材持续供应的状况下 如果零件供应稳定 我认为他一年生产个几百万架 这是没有问题 但我必须讲 乌克兰可以这样 俄罗斯也可以这样 如果乌克兰生产个一百万架 俄罗斯可能生产个一千万架都可能 那总体来讲 俄国战争如果持续走下去 这种无人机大战势必上演的更为激烈 好 这场战争如果持续下去 需要真人之外 还要扩张军备 都是要钱的 刚刚牛老师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 现在钱很重要 那美国的跟欧盟的态度现在是如何 其实不止美国国会在共和党 现在部分强硬卡住了 明年度本来要援助乌克兰的 一共是大约达到610亿美元的预算之外 我们来看到欧盟的峰会 也因为现在有匈牙利的反对 也不能对明年对乌克兰拨款500亿欧元 达成协议 好 来自于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和欧洲现在因为 俄乌战争陷入僵局 甚至已经在思考了吗 说这个已经思考说 俄罗斯可能会取得胜利了 好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真的到明年就会断绝了吗 欧美真的愿意接受 让普丁有得到这个胜利的一个政治成果吗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完全不可能 因为从欧洲的观点来看 就是今天在乌克兰问题上面 如果整个欧洲让步 或者是让俄罗斯得逞的话 其实对俄罗斯来讲 他就会有可能有下一步 或未来的侵略存在 他没有办法就停在这边 所以欧洲人主观的心态上 他大概不太会接受 最后让俄罗斯胜利 美国更不是 现在就是美国 仍然是世界主要的霸权 作为一个霸权 他最害怕的就是 他的霸权的威信会往下降 如果让俄罗斯赢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也会发生 所以欧美他们大概不愿意 但是乌克兰现在碰到的问题是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美国国会现在因为卡在 民主跟共和党 他两党谈不拢这个事情 他有会计年度的问题 所以他的这个经费在今年 目前看到是在今年不会通过 其实但是对乌克兰来讲 这是一个燃眉之急 因为战争就是要烧钱 美国在上一批623亿的军事援助 已经用掉97%了 也就是说如果国会不拨款 基本上美国没有办法立即的提供 责罗斯基巨大的援助 欧洲最近刚好欧洲峰会 他们也有不同的意见 我想目前的状态可能都是搁置 但他原因并不是不支持乌克兰 而是他们各自的内部有一些些的内政上的分歧 或对于支援乌克兰方法上的一些分歧 所以我觉得支持应该还是会支持 但是目前这个暂时没有办法通过这些预算 对泽伦斯基来讲压力真的会很大 好 金钱上可以说是被搁置 老师 待会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俄罗斯几乎 掌握了相当大的一个优势 普丁他其实在最近12月19号他才说了 如果说接下来乌克兰 美国和欧洲愿意的话 俄罗斯是准备好要跟他们就乌克兰的未来 来做更多的对话 那他也说呢 普丁宣告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国家利益 来进行相关的谈判 那么他也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 我想请教老师怎么看 普丁他这一次提出了说 要来讨论乌克兰的未来了 他是觉得说俄罗斯现在胜券在握了吗 俄乌和谈的时机我们可以说成熟了吗 基本上如果是要谈判的话 我觉得俄军会在一次 关键性的一个大胜利之后 来进行谈判 因为那个时候他筹码最高 筹码最多 筹码满满 然后他也可以用谈判的气势 或者是兴盛的一个气势 去压倒他的对方谈判的伙伴 那可是呢现在 如果要进行谈判来讲的话 如果俄罗斯也愿意的话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揣测 是不是就说因为这个战争也打了两年了 那是不是俄罗斯国内也面临了各方面的一些相关挑战 或者是这压力锅可能快要崩了 或者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或许也是一个 不能完全排除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原因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的话 就像主持人刚刚有特别提到 普丁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条件 他不放弃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个目标 他也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两个条件设的还是蛮高的 所以等于就是说你看到条件的一个设定 我也会认为就是说 他是不是在用一种以战逼合的一种态势 或者是核战两手的一个策略 特别他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乌克兰跟美国希望谈判的话 好这个他也可以配合 这句话的深意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是你美国跟乌克兰 希望能够来和我谈 是拜托跟我谈 那所以呢俄国在谈判的态势上面来讲的话 他就可以摆比较高的一个姿态 他就可以拉高他的一个拉高开架 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他会说很多相关的一些前提条件 那你在跟 我在跟你细细的去磨 那个谈判的相关一些内容 到底是如何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俄罗斯是一个被动接受谈判 那他就会在谈判的一个条件上面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种拉高 那到底能不能满足乌克兰 跟西方国家美国 他们的一些相关利益 我觉得就会有相当程度的悬念 刚刚我们提到说 这个和谈的时机成熟了吗 老师怎么看 基本上我还是认为还是没有成熟 因为通常来讲的话就是说 你谈判的时机如果成熟的话 会经历一个大的关键战役 俄罗斯赢了这场关键的一个战役 赢了这场关键的战役来讲的话 这个谈判谈下去就会非常的顺遂 依照我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或者是我的议程设定来走 因为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俄罗斯他才能够在谈判过程中间 建构他的主场优势 所以某种程度我认为 可能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 成熟谈判的一个阶段 谈判成熟的阶段 是 谢老师 那我们持续来看到 12月18号 德国和立陶宛的这个国防部长 签署了 这一次是达到了一个签署协议 是4800名的德军将会永久部署在 注意是永久部署在立陶宛 靠近俄罗斯的边境 这其实是德国从二战以来首次的 签署永久性部署 国外的军事协议了 德国防长他也说 北约东翼现在已经移到东方 德国有责任要来保护立陶宛 好 眼看这个乌克兰战事不利 北约开始在后方建筑第二战线 那么德国开始部署 军队到立陶宛是觉得说 北约觉得乌克兰撑不下去了 在预作准备吗 我认为这个和俄乌战争这个形式 可以分开来看 特别是俄乌战争 不管乌克兰未来 是不是这个北约还是立体 这个战争打到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北约的军事力量正在重新集结 而且纳入了芬兰和瑞典 两个新的成员国 等于把它的推进的战线 拉到这个北欧 接近俄罗斯向圣彼得堡这个北边的方向 这个整个形式来讲 其实对俄罗斯不利 这就迫使俄罗斯必须要考虑西部军区要加强 我是不是要新设立所谓列宁格勒军区 来保护我北欧的安全 那另外基于同样的架构 那要把兵力前推到东欧 特别是对于感受俄罗斯威胁 最深的波罗的海三小国 我必须要加强永久性的军力部署 而不是以往可能一个加强战斗营 或这种特遣队的方式 而是成为一个常态性永久的部署 我认为这就是俄乌战争所牵动的地缘政治 和欧洲新冷战新的格局 也因此 不管这个乌克兰未来 这个打得撑不撑得下去 但北约的这样寂静的军力部署 和强化它与俄罗斯接染的军事力量部署 这已经成为它目前的进行式 好 谢谢总编 同样一个问题 我请教总维老师怎么看 我想就是现在的状况 在北约我相信在 因为在二战之后 它的这个整个兵力 它是被裁剪的状态 所以在应对共同的威胁的时候 其实它的兵力部署 会呈现一种相互支援的状态 那现在看到的状况是 德国要在这个立陶宛做这个常态性的部署 我认为这个比较是北约在一盘棋的这个权力对峙下 对俄罗斯的一种作为 但是没有理由就直接联系到 是因为乌克兰撑不下去 因为我们从地缘政治上看起来 其实这两个国家差别还是有点远的 所以我觉得是北约想要做一些对俄罗斯重新的部署 所以它的兵力做重新的配置